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孟晚舟的 一个是刘鹤的 这两则新闻 我看到了 你能不能给我们海外华里直播的 给我们大家点评一下可以吗 首先说孟晚舟的事 孟晚舟这个事从她开始 12月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发展 她是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在发展 也是被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一个规律在进行 这自然间都是有规律的 那么她为什么美国要当时12月1号要抓孟晚舟呢 我的看法就是美国呢 现在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收拾中共了 所以她一定要打 想办法 这是收拾中共的第一步 就是打中共的七寸 打中共的七寸呢 七寸就是华为 那七寸的七寸 那个孟晚舟又是华为的七寸 所以等于说她打了这个共产党 七寸的七寸先打 她是这个目的 因此呢 她就抓了孟晚舟 那抓了孟晚舟以后呢 这个关于这个60天的这个引渡协议这个事呢 就是引渡要求这个事情呢 这个美国呢 因为她在 她要搞死中共嘛 所以她 她一定是动脑子 因为美国人相对比中共现在那个 政府的那些制狼团的那个智慧 不知道搞多少吧 我这么说 所以说呢 她就设一个局 我就不提出 我也不那个 这个 告诉你这些事和消息 我就拖着 那拖到最后一刻 就是拖到这个60天的到 50天已经过去了 这个时候她再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她说我还要引渡孟晚舟 她是什么意思呢 她就是这个 美国政府啊 她希望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搞得越僵 对美国越有利 所以呢 她就是这拖着就是挑起你中国 那么正好呢 中国政府现在呢 傻政府啊 她就上当 搞加拿大 结果呢 现在她又出来 所以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她现在 中国 如果啊 这个孟晚舟如果是引渡美国 就是目前来讲 中共政府 抓了那加拿大的那些 现在成了烫手三鱼了 那你说这些人怎么办呢 她又没办 没用了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傻政府和一个聪明政府 在较量的结果 那么当然呢 对于这个法 所有的法界吧 它有个规矩 就是你最后一个最后期间 所有的他们法学院的那个教科书里面 就是给那些学生教的 有一个最后期间 你就到那个最后一秒钟 最后一分钟 再去做动作 之前你做也没用 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 对你最有利的就是你拖到最后 就是有这个原理的 所以这也是美国为什么 一直要等到 就是她的60天期限的最后 才提出这种要求的这个原因 这是第二个原因 所以孟晚舟被引渡 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非常符合 它是不可能不引渡的 大家不用以任何丝毫怀疑的 美国政府提出来 让加拿大政府做一件事情 那加拿大是否做了一半 美国就不管了 这是美国自己 假如这样的话 是美国自己扎 但其实就扎了自己的脚了 你知道吗 那她下一次还怎么求加拿大呢 那美国现在跟全世界 有100多个引渡协议的国家 那如果有一天美国要抓另外一个人 在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那么那一个国家的反美 也有对于反美情绪的一些人 她就会提醒你别抓 你看加拿大那个结果等等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呢 这就相当于你 怎么说呢 这事情不可能那么不负责任 就是相当于两个朋友之间 也不可能这样做 不用说一个国家了 对不对 我让你拿这个东西来 你结果拿出来了 拿出来我去取吗 等于说你拿到那里我去取 结果拿出来不去取了 不去取了以后呢 那不可能 那就导致那个人 已经人家贴了麻烦无意中 这个是不大可能 所以孟晚舟被美国引渡 这个我一开始 我就认为它是必然规律 自然规律 就像那个太阳从东上来 到西方西面落下去 它是自然过强 它不可能不落的 太阳升起来不可能不落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听到这个消息 有人说 哎呀好消息 我觉得这个自然规律 你告诉我 太阳已经落散了 这叫什么消息 我知道它就会落散 对吧 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 所以孟晚舟被提出引渡这个事情 这是自然过程 那它为什么要拖到最后呢 我刚才讲了两个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就是美国和它有它的战略盘算 等等一系列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刘鹤防美的事 刚刚我看到有一个脚点连线 就是突发白宫取消了刘鹤防美行程 这里面 这里面 这也是一个必然的 因为中国和美国 他们我从开始我就判断 他们是判不成的 而且在3月1号 一定是税 2000亿的这个 关税 一定会从10%加到25% 这个也是个自然规律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它那个本质和中共 这个国家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的本质 决定的 也就是打比方是一个人的DNA 就是跟它那个本性决定的 你没办法来改变那个东西 现在整个谈判呢 中国是要这个短期解决 就是说它的思想 整个谈判策略 我也没您大斗 或者我多没你 我安抚你 它是求短期满足美国的要求 然后让美国就让步 可是美国不那么傻的 美国要长期永久 这个长期永久 你保证就是它一次性解决 解决这个贸易不平衡 中国呢 它所出来的这些承诺也好 它所出来的这些策略也好 它的那整个战略 习近平这个战略 就是你只能够短时 都是短期的 我多没点 哪怕是五年四年也是短期 你说五年以后 那情况六年以后怎么办呢 它不说了 中国就不讲这个 那美国它要你永久 永久一次性解决 那这个就杠上了 中国它又没办法承诺永久的 那个中国美国的要求就是 三零两庭一允许 这个是从去年八九月份就开始 一直到现在 它不会变的 什么叫三零两庭一允许呢 大家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我再说一遍 三零就是零壁垒 零关税 零补贴 这也是朱镕基当年给WTO 在15年实现的承诺 现在入WTO已经19年了 19年了现在 咱们两千年入的 那好 还有一个三零两庭 什么叫两庭呢 停止盗窃知识产权 停止强制技术转让 用那个市场来换技术 我叫停止 那这两个 三零两庭 还有一个允许 允许 允许美国企业在中国 在金融和通讯行业 和一切所有的行业 可以说 自由的做生意 这也是朱镕基当年 在2000年的时候 在WTO承诺的 15年以后实现的目标 那都不行啊 美国他就需要这个 你答应这个 美国是要解决一个永久性的 而中国是解决 给他的回应或者对付的 这些手段是临死的 那一个永久的临死 这肯定是碰在一起 肯定是碰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吧 所以现在 这个弄来弄去 美国现在已经发现 中国根本不想解决问题 美国要永久性的 长期性的 不可逆的解决问题 中国是临死的 我给你六年 那六年七年以后怎么办呢 等等 所以他就谈不成 谈不成 你刘鹤来干嘛 就没有意义了嘛 因此呢 白宫就取消了这个 刘鹤的防美形成 这也是自然现象 嗯 嗯 我就是 我暂时就说到这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就觉得 如果中国进行改革 结构性的改革 你觉得美国 会不会重新考虑呢 美国就是那个六个东西 三连俩庭 也允许 就这东西 你实现了这个 美国就可以 可以停止贸易战 你要不实现这个东西 美国不停止贸易战 那么如果你实现了 你像三菱 俩庭 应允许 这是共产党不可能实现 不可能答应的东西 你能不能把它外展一下 比如说这个三菱 零关税 你如果零关税了 那美国的大量的产品 就进入中国以后呢 美国的猪肉这些价格 就很低了 就进来了 你进来以后 中国 你全部没美国东西了 国内的猪肉没人买了 因为太贵了 成本都不 美国的成本低啊 劳力成本多少低 所以那都完蛋了 中国经济就彻底完蛋 一个零关税 就进去 中国自己那些产品 就没人用了 外国产品质量又好 价格又便宜 因为它为什么能够现在维持 它美国进来的猪肉或者什么汽车 它一下加了很多高 关税以后呢 这些汽车或者猪肉价格 就比国内的价格高 就是进口 中国的进口的 所有的进口商品 基本上同比比如哪一方 都比国内的存在的高 你一零关税以后 它这个价格就比国内还低 价格一低的话完了 那大量的外国的商品 就请入中国进来 那中国就把中国自己的民主资产 民主那些企业啊什么 都搞死了 这是不可能的吧 零关税是不可能的吧 零壁垒 那共产党不用这些壁垒 来搞点那个贪官 它没有点壁垒 谁给它送钱呢 对不对 连壁垒也没有 它靠这个来贪污它 而且你没有壁垒 它共产党存在感都没有了 所以呢 零壁垒不可能 那么呢 还有一个零补贴 那零补贴可以吗 华为这些不补贴可以吗 华为为什么可以扩张到全世界呢 因为它是政府补贴 退税 比如说一个东西在市场上 国际市场上卖一千块钱 华为可以卖七百块 七百块 显然你九十九块就亏了 你就是亏的了 不怕 华为不怕的 它七百块卖了以后 那三百块钱政府可以补贴了 但是呢 这是严格违反这个WTO的规则的 我们一起做生意 我们互相互相 事先有冲止协议的 你不能补贴 加拿大可以补贴它的北方电讯吗 不可以吗 所以为什么北方电讯是技术不好吗 还是 华为点个确是一个民营企业 一点技术没有 它为什么把我们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给弄掉了 就是它政府补贴低价格嘛 那北方电讯没办法做 它的产品 它没办法降低价格 降个电讯价格它就亏钱啊 可是呢 华为可以降 它可以降多少都可以啊 它降多少政府给它补多少 政府补那钱哪来的 用超级印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 就是说一种很糟糕的一种 全世界不可以接受这种东西的嘛 所以零补贴 你如果取消中国那些民营企业 那些企业没有补贴 它的价格就在全世界就得 就不能低价出售了 就必须高价了 它一高价 而且中国那种贪官那么多 养活那些像孟晚舟 那个华为 据说他们党党支部都有 怎么几千个党书记那些 那都是人力成本 它就肯定同样的东西都比外国的 做同样东西的成本要高很多的情况下 那它在国际上的价格 它一定要比外国价格要高 它才不赔钱 那不赔钱 那它的产品怎么能打入世界市场 不可能的嘛 所以呢 零这个补贴也是不可能的 一零补贴 那中国的企业也就全部完蛋 那这三个都不可以 那两个允许呢 你一承认的这个 如果说你中国政府签字 我停止知识残缺 盗窃知识残缺 那不就等于中国政府承认它以前盗窃过了吗 中国政府现在不承认它以前盗窃过 他说他没有 那他要求你签这个协议就有一条你停止 你签了 那不就说明你以前道歉了吗 而且就算是他承认 你以后再不盗窃 不盗窃中国 不盗窃知识残缺 他有创造力吗 中国有创造力吗 中国有创造力 你请大家在加拿大美国到Best Buy 看看有没有一个中国的牌子 你给我看看那些油盘也好 写字器也好 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中国人手上 没有嘛 你中国人是什么呢 中国政府的决政 他得的决政叫什么呢 叫奴才领导人才 外行管控内行 现代人的思想 用古代人的思想武装 一个读全国一个人说了算 就这么一个国家 他哪来的创造性啊 他哪来的手创呢 不可能 他没有手创他就得偷啊 他就得偷知识残缺 他不偷他就完了 所以呢 这点他也不能答应 还有就是强行转让 技术转让 跟这个知识残缺是一回子 如果他没有这些 强行把人家的建筑买的技术的话 人家有些东西都是不卖给他的 他不用他市场来换技术 那由于中国这种 专制独裁的这种体制 没有任何创造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被一个 独裁这个暴政统治的 这样一个 都是一个奴才加工厂 加工出来 全国14亿人 几乎都是奴才 这样一个社会 他哪有创造力啊 他哪有创造性啊 你比如说一个 这个有能干活的 世界上有些自然规律 是不可不以人之意 一直会转移的 比如说能干活的人 他就基本上他就是 不会搞人际关系 他可能也 他的智商比较高 他情商玩比较低的 他也 第一他不会 第二他也不感兴趣 他自己认为 他没必要去拉那些关系 他拉关系需要时间的 他拉关系搞那些人际关系 他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他就耽误了他干活的 所以他也不感兴趣 好了 中国现在是什么呢 他是靠关系的 所以中国现在 谁的那些科研经费啊 拿的最多的就是那些 不能干活的 但是会拍马流须 会搞关系的这些人 反而他是叫郑教授 他又拿的经费又多 那真的能干活的呢 不会搞人际关系 也不会拉关系 好了 没有研究经费 你让这些人 给他干活 人家什么呢 哪个人傻瓜 我干活 干完活 最后成果是你的 我何必给你干活 特别是 这种科 我们搞理科的人 都是非常重视自己的那种名声 和那种荣誉的 你到了 最后荣誉是你的了 替你那个贪官 替你这个排马流须的 做事情 谁都懒得给你干 整个中国都是需要偷 需要抄才行的 所以他这两点 他是不可能的 那么最后一条 那就更糟糕了 你要允许中国 金融 比如假如说 我们TD Bank 加拿大TD Bank 到上海搞个银行 你试试看 全上海老百姓 几乎百分之八十的钱 都取出来 除了TD Bank 不会除了那个 那就完蛋了 金融它都控制不了了 那你还比如说那个手机 你说中国说 我这个手机 我们这个 这个FID可以在中国搞那个 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也在中国可以 推特也在中国可以 可以经营 WhatsApp也可以在中国经营 Line也可以在中国经营 那你的微信 水上你啊 你有这么过滤 水尿你 所以他就完蛋了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个伟大的六点 那就是搞死中共的 那中共能发现吗 那一条也不能 几乎一条都不能答应 这也不能答应 美国怎么可能跟你签什么协议啊 是不是 这就是说 那个刘鹤他 干脆他就不发签证给他 是不是这样 取消了他来访问 访问那个白宫嘛 就是白宫不接待他 他来干嘛 没用了嘛 你根本就没有承诺 你来了不是白来吗 你来了干嘛 走过长 没用的 现在这个事呢 就是关键处在 习近平这个班子 他习近平 他用人自身而下 包括不是习近平 他下面那些 省里面 比如说成明尔 他是在那个重庆 他们用人的原则就是 一起康过枪 一起嫖过昌 一起疯过昌 一起疯过章 一起疼过疮 就是他同学 就这些人啊 这些人他又不考虑他的能力啊 只考虑他们 清查的 可靠的 而且国内现在 那个政治斗争也很 这种情况 你拿着团队去跟人家 跟人家 你不要跟人家 踢足球 你不就跟那个 比那个国足还糟糕 你能踢过人家吧 所以你不是 失败是必然的嘛 可笑也是必然的嘛 你看那臭招 有多臭啊 对加拿大那个东西 你现在你看 美国如果引渡 孟晚舟一引渡 你那两个人 你现在抓那人怎么办 有用吗 你不是烫水塞 你该放 放还是不放 你不放 你也没用 你放了呢 你自己打脸 怎么办呢 这就是他之前 就没算好这个账 你知道吧 他为什么算 他傻 傻到的那个脑子里 就装大放 就是无能无德的 这么这一帮 猪头在那里 傻瓜在那 当政 他们算出来吗 而且下棋一样的 他那第二步棋 他都想不通 他那下 他臭棋 他不输谁输啊 今天好像 有一百四十个 前外交官抗议 中国抓他这个 加拿大的外交官 那是啊 这是必然的嘛 这是加拿大的 外交的一个成果 就是他一定是 引起就是中国 他不是现在了 中国啊 政府啊 就是不知道 从哪一年开始 咱们不说了 他所做的所为 你可以分析 所有的出的招 都是 举起石头啊 举得高高的 然后狠狠地 扎在自己的脚上 都做这个事 都是对别人 别人 很有力 对他自己没力的事 很多很多 我可以举一百个不子 一百个不子 包括钓鱼岛这些事 包括所有的事情 他这些出这臭招 全是 你把它总结起来 就是 举起这个大石头 举得高高的 狠狠地扎在自己的脚上 就做这事 很可笑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些人 他们上了这个位子 靠啥了 靠 靠送 用女人给领导 靠看领导的脸色 靠排马 留须 他这方面的行家 那确实谁都 因为这里面 可能有七八个 跟他竞争的 他就第一了 他是在这么上来的 他会干事吗 什么屁都不懂 他不是因为他会干事 而上了这个位子 那么现在到这个位子 他需要搞的时候 需要出手的时候 他怎么能知道怎么出呢 他现在从这个加拿大 美国对 就是中共对加拿大的 孟晚舟这事 你可以看到的傻到极点 对不对 也就说明 中国那个智囊团 所谓什么 对西方是一窍不同 根本不 连西方的最基本的规律 都不知道 连西方那个 连这个加拿大政府 如果是干涉司法团 是有罪的 叫有罪名的 叫政府不可以干涉 就是干涉司法 是有罪名的 你政府不可以干涉 司法和新闻的 而且政府都不可以办新闻 新闻任何 介入新闻 新闻的这个单位 这都是法律规定的 你知道呢 刘鹤他懂这个吗 他知道吗 他根本他到哪就知道 他一辈子都排马屁都来不及 他都时间都不够 他哪去学这个东西啊 你去学这个东西了 人家排马屁管不管 都把你排下去了 他那个排马屁就上去了 他是竞争排马屁 让领导高兴给领导送女人 让领导高兴竞争这个东西 他一辈子 他一秒钟都不能停的 他才上来这个位置 你停了一秒钟 那个没停一秒钟的人 就上去把你个情教来 他懂个屁啊 你笑什么笑 我再问你的一个专业问题 我记得你是计算机博士 你说那个CPU 或者是我们中国能不能生产的 这个华为啊 生产这种CPU啊 生产个球 华为我跟你讲 对不起我这个话说话 有点不蒙面啊 我告诉你啊 华为的手机是什么 华为的手机是索尼的升级版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日本索尼转型 2015年转型 它不搞手机了 不搞手机 它就把一个手机部门给拆了 拆了以后就有400多人拆了 拆到大街上去了 华为这个时候在日本 马上成了一个分公司 把这400多个人全部招回来 然后呢 你工资比原来索尼还高一点 养上 在原来那个索尼手机的基础上 设计了华为手机啊 你也不是你自己的 华为整个那些什么交换机 都是偷人家 那四个就搞那些偷欠 包括它好多关键技术都不是中国采的 都是掌手上在那个硅谷 在那里利用硅谷的技术和设备 一切搞出来这些破东西 你怎么可能呢 能生产出CPU啊 你扯淡吧 你不用CPU 你现在还说 雪上加霜 12月31号 又把一个叫成名书的这么一个人 军队的芯片自负啊 还是什么东西 叫军星吧 对叫军星 国防科大的这个学术带的重要的人物 撞死了 你说他这个撞死是人为撞死 还是怎么样的 还是意外 这个里面不知道 有些人还说是阴谋 因为他类比说 伊朗当时一些核科学家 都被以色列给干掉 这我想不可能的 不大可能 这是老天爷 如果有上帝的话 因为中共的他推荐了一个烧十四驾 抵制圣诞节 上帝对他的精确打击 精确把这个人给弄死 我这么认为 当然你可以这么解释 包括张守胜 那都是关键的 关键人物的关键人物 就是还有孟晚舟 这都是关键人物的关键人物 就给你 就把你给弄死 或者被抓起来 这都是上帝在支持 我相信是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是 上帝在后面推手 帮忙保佑美国的 我跟你讲 好 今天 我们现在差不多三十分钟 嘉宾 不代表我的自己 我也不代表 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人 我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好 咱们加拿大是比较民主的 反正就是各种意见吧 综合综合 大家 对这就是看法 那么刚刚我说了一些 说话的时候比较生气 说了一些 假如大家听起来不是很文明的 这个的话呢 我在这也表示道歉 好 再见 下一次注意 肯定注意 好的 好的 嘉宾和主持人的观点 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再见 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